记者中立华综合报道 根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从今年元旦开始 中国至少有十分报纸同时停刊 有资深媒体人分析 大批报刊同时停刊 很大程度上和北京当局前置新闻自由有关 除了一般报刊 就连相对软性的娱乐和体育报纸也受到贯控 去年底就传出至少有十家制 每今年起停刊类型遍及专业报 地方报 综合报以及捷运报 包括北京娱乐信报 博海早报 秋迷报 大别山城报 晚南城刊 白银网报 台州商报和湘潭网报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负责人刘开明认为 全国有多份报刊同时停刊 反映新媒体对传统纸媒的冲击白热化 以及政府管控带来的影响 刘开明表示 中国对新闻媒体管控 所以资讯不能够反映现实 都是经过过滤的 基本上没有太多有价值的东西 以前可能是通过各种财政拨款来养活这些媒体 可能慢慢财政拨款也减少了 而且确实没有读者 所以财政拨款也觉得没有价值了 这些报刊可能从出生那天起就是赔钱的 所以关门是必然的